再看一下京华时报的消息 国务院日前批准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 方案提出将通过改革公司注册资本及其他登记事项 进一步的放松对市场主体准入的管制 降低准入的门槛 优化营商环境的改革相关措施就包括 由公司股东发起人自主约定认缴出资额 出资方式出资期限等等 放宽了注册资本登记条件 取消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 公司登记无需提交验资报告 此外还简化了企业经营场所登记手续 推行电子营业执照和全程电子化的登记管理